同学们,明天我们学校举行作文大赛 作文大赛 老师啊,我们每个人都要参加吗? 当然都要参加了 但是呢,这次作文大赛考核的规则不一样 考核规则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的呀? 对啊,这次呀,不仅要比内容,而且要比字数 哦,我明白了,字数多的,占优势 对 没错,之前的作文都是要求800字 这次呢,我们的字数越多越好 所以呢,我希望这次我们班的学生能为我争光 老师,放心吧 我们一定会为你争光的 小菜一点 行,那我们可说好了啊 切记,内容也要精彩 你们真是气死我了 你们说说你们的作文是怎么写的 校长为什么说我们班是倒数第一 啊?倒数第一?不可能吧 你们说是不是偷懒了,没写够那么多字数 不可能 老师,我写了2000字呢 我写了5000字 我写了10万字呢 我写了10万字呢 那不应该呀 久久,把你的作文读一下 行,老师我想想我当时怎么写的 哦,想到了 今天早上我上学的路上 碰见了一辆救护车 嗯,继续读 当时那辆救护车从我面前及时而过 嗯,没毛病啊 此语用得很好 接着读 于是这辆救护车的声音在我脑海里久久回荡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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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快,你能说我们写的差点 小男,听一下你的 好的,老师 好,今天下午我放学的路上 碰见了一只流浪的小狗 但是呢,这个小狗长得非常可爱 于是我就把他带回了家 嗯,还挺有爱心的 回家之后 我的妈妈让我给小狗起个名字 我想过来想过去 于是叫我的小狗叫做哈哈 嗯,写的很好 接着读 嗯,可是 到了第二天 我的小狗竟然丢了 于是我就跑到眉外 去找我的小狗 我一边走,一边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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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停停停 你是不是剩下的内容都是哈哈 然后写了五千个字啊 嗯,对的老师 但是,我哈哈之后 我的小狗竟然在家里带着呢 我劝你,赶紧回家给你的小狗带着去吧 土豆,你的十万字是怎么写的 老师,这个我需要他们两个配合我一下 能拍不来 请开始你的表演 抓鸭子 抓鸭子 抓几只 抓几只啊,土豆 我写了十万只 哦,十万只 抓到了 抓,抓,抓 ıyla Thai 啊, anti 嘎,嘎,嘎 嘎,嘎 嘎,嘎,嘎嘎,嘎 嘎,嘎,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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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嘎嘎 好,好,好,好